你们有什么一些比较有趣的风俗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比较关心你们相亲 我们相亲的话 它是这样的 因为相亲的话 比如我看上那家的姑娘 我就会给我老人说 哎 爸 我看上那家的姑娘了 然后呢 我们拿发的家长啊 带着一伯人去拿着瓜子啊 吃啊 礼物都带着去女方家喂 姐姐去喂 然后如果女方家 给我们大茶就已经是热咳了 如果她不出来 见不到她的话 证明就没 她就下不做了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去他们家喝茶 她就出来了 就是她表妹架到我们村里面嘛 然后当时呢 我也刚好去她家做客 然后我拿着其他对她唱那个 我独家 玛丽苏阿弥陋 阿弥陋 地花里花麻木 这样 很好听啊 你听见了她的歌声之后 你就心动了是吧 你们少数民族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直白的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那要好买房吗 不好 不好 不好买房 有有有有礼 有那个彩礼吗 嗯 彩礼的话随意的 随意的 随意的 所以我的彩礼就是我家里给了我五百块钱 我妈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然后 然后我带着那个那个钱去她家 然后在路上 车会花了差不多四百块钱 我只剩下一百多块钱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给她家里买点水果啊之类的 最后只剩下一百零一块 几 还是有几毛 然后我给了她 所以你看少数民族有很多这种敢爱敢恨的 这种对于爱直观的表达 跟我们现在这个汉族里面的一些风俗习惯 什么彩礼啊 买房子比起来 别人的爱情好像含金量要多很多呀 隶宿族可以跟汉族同婚吗 可以的可以的 也可以的是吧 对 你觉得这里有哪个男生比你老公长得帅 都长得特别帅 但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的话 还是我老公帅 但我们这里有一个跟你老公长相差不多 但是情歌比他唱得好的人 想不想听一下 傻呀 这个非常强 来 刘家 他也会弹吉他 他也对爱情很专一啊 我想一下 不要揪我们的人脸啊 啊 忽然间发现自己 你深深爱上你 你真的很简单 爱的地暗天黑都已无所非 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要彩礼算了 我其实也是一种奉献精神 你肯定唱得更好啊 好听好听 好听